六天結尾里長許勝家十八盒暗時 接著民眾的歡迎 在親憤怒六天跟福昌交代的地方 陸中有一個地方的點子跟撲起來 早前有關係差 一個暗時已經早前兩人騎機車的人 拔倒了想想 在了解到總控了好 里長是馬上之前福昌代表會主席 跟六天定名代表張亞晴到現場來參考 主席洪正雙馬上聯絡相關靈丸 請擔心到現場先做處理 屁邊還有人發生意外 暗時十點外 村上經濟調牌外手 將路面撲起來的點子中心處理 聽到有人拔倒想想 里長有冠軍到現場 發現路面有一條新撲起來的點子 跟原本的樓出現關係差 民眾較少不注意 可能就會拔倒 這點子真的放得太大 每個車六到這裡都爬起來 我發現總控之後 我發現總控之前已經撕到兩下了 後面越來越少了 我有看到近來台的現場高的 近拜託連絡相關單位 還有我們主席 紅主席現場高到現場 代表現場高到現場 現場做一個指揮 交通機械 交通機械 連絡我們紅主席 連絡包裝 找相關單位 連絡包裝來 來到現場做一個處理 沒有這個黑暗 不知道要再撕到幾個 這就是里長的營情 主席洪正松 第一時間就來到現場 並且聯絡相關 人員車全上 並去收穫 偏偏有人在哪裡受傷 我來看這裡是風險的地方 我明明知道 我了解說 他們這工廠是怎麼來的 五家 五家已經撕到兩家 現在他們工廠也直接在處理 拜託里長來調整外區網來處理 後來希望 我們這工廠 管理水資處 水資處 他們在處理工廠 處理到這樣 應該是 水資處也有結論 希望明明知道 要讓我們六港和好興 要有一個最終的 後來他們管理 如果發佩工廠 只要來六港和好興 稍微資會 我們建設科學 在春春的春秋之下 撲起來總統也在哪裏改善 只要讓主席里長和附近 寄民安心熱愛 新中華新聞 副榮千福兄 蔡鳳報道